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板娘小薇 欢迎收看本周的板娘QA 今天呢就是五一的小长家啦 放假开不开心呀 首先呢先祝大家假期愉快 你们有没有出去玩呀 我前两天呢刚刚从这个秦皇岛回来啊 五一呢就不准备去很远的地方了 就准备在上海的周边啊 六打六打走一走拍拍照片 然后跟家里人一起透透气吹吹风 但是呢你们放心啊 难得你们放假可以看我的视频 所以断根是不可能断根的 因为我热爱你们热爱工作 热爱我的视频 热爱游戏 所以呢你们可要记得啊 无论你们在哪里去哪里玩 都要记得天天来打卡 看我的视频哦 不然会 好的 好赶紧进入本周的分牌子环节吧 东北吴彦祖托辣子说 下次抽钟离回复板娘我爱你 哇这一定是个特别的小伙伴呢 他猜对了上一次我给大家留的雅迷 当然啦其实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也猜对了 大家都很棒棒哦 但是呢 也不排除会有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 什么又给你们看看啊 什么现场操作领盒饭不能挖 还有这个 现场操作回复不能挖 还有啊还有 线车充足联合发布你玩 不得不佩服你们的脑洞 真的是大呀 哎呀不过钟离真的好顺 哎呀为什么女朋友每次出的角色 无论男的女的都能让我这么如此的无法自拔呢 至于为什么要变成雅迷呢 嗯可能这样的雅迷以后还会有很多在我的视频中出现 就当是随机的彩蛋吧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哦 因为那一次呢我给粉丝抽这个温迪的时候 有很多的粉丝就表示说 七期视频都看 为什么我不知道有这么好的狐狸呢 我想对这些同学们说 一定是你们没有仔细的看我的视频 我明明在视频里面都说过的 但是呢不排除处啊 有一些这样的视频会被某些平台 你们懂的 所以呢有可能没有被推送到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呢我就会比较隐晦的 把它埋伏在我的视频里面 你们自己以后需要开动一下小老金 才会知道有这种好消息哦 留罪逍遥 说咋感觉封印啥的有点中二呢 威姐你以前在我心中可是女神呢 嗯你确定我现在就不是你心中的女神了吗 哎呦我这天天弄这些cost啥的啊 真的是为啥呀 这cost子不要花钱嘛 哎呦我天天花这些钱 还不是为了你们呀 想着 看久了没点新鲜吧 我给你们玩点新鲜的花样 哎呦我你们倒好不领情 哼 啊不对不是你们是你不领情 给你看看别人都说的是什么啊 人家的评论是 我去远小姐好帅啊 哇小微衣服好好看啊 我的天呐 小微衣服被人打大力啊 帅得一笔啊 你说人家都是吃啥长大的呢 都怎么这么甜呢 你不话又说回来啊 把这个钟离阎王爷 还有这个克勤 的衣服我都买好了 但是呢 他没有想好要怎么穿 所以呢 嗯你们懂的 想看吗 这个克勤嘛我解释一下啊 主要是因为有一次呢 我看老司机的视频 老司机的半死 我就纳了闷了你们一个个傻眼光 你们看一看这哪里像了 等 好像还真有点像啊 不是兄弟们 虽然他们长得有点像 但是跟我喜欢克勤 跟小微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且小微跟克勤 没有可比性好不好 你看看这克勤这身材 这大长腿 这黑 黑色的头发 你再看看小微的身材 根本不在一个level上好不好 真的是气死人了 你说我能忍 你们能忍吗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准备找一天 啪啪的打她脸 一个白杨树 那天看小微直播 看睡着了 求小微回复 直播是有多么的无聊吗 不过不瞒你们说 那天哥老司机一起玩 那个双人成星还蛮好玩的 所以呢 他呢又再度约我说 后面我们要一起 把这个双人成星 给他玩玩 我了解了一下 我俩这技术玩 估计得二十几个小时 要不要跟他玩呢 你们说 不要是如果玩的话呢 我就想开个播给你们看 对吧 但是我没想好 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看 不能让你们一次次又睡着吧 我直播是有多无聊啊 哎呦真的是 心思 不过那天的直播明明显很有趣啊 老老天他门面 都上出独角了 你敢信 进来啊 哎 你对准啊大哥 什么 你要对准他啊 你不要对准 哎呀 你抬起来啊 哎呀 你抬起来我信你个鬼 改变一下 哎呀 就你这手速 我跳了啊 我跳了啊 我怎么跳了 改 对 再改 啊 天到好轮回啊兄弟们 哈哈哈哈 哎呀我跟你们说 你们要是没看我那天直播 那可算是大烦了 太欢乐了好吗 不过没看也没事啊 我那天的直播呢 我都已经录像了 嗯 我准备回头有空的时候 我开叉开叉剪一剪 那给你们看一看 好吗 哎呀谁让我那么充分呢 鸳鸯小白白 说 小魏姐 你的那些写真呢 啊 你要什么写真啊 啊我最近没有拍新的写真啊 哦 这还是年前啊 圣诞节的时候 新年的时候呢 拍了一套 对吧 今年新的还没拍呢 其实我一直在想啊 就是要拍一套新的写真了 因为之前写真看来看去 我自己都看你了 别说你们了 啊 不过最近自拍到没有少拍啊 那我一般照片呢 都会发在我的朋友圈啊 微博啊什么的 所以说 嗯 可以自己关注一下 哎呀 大家如果能加上好有的话 就价格好多 加不上了嘛 嗯 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不仅能看到照片 还有许多精彩的评论呢 放出来的人给你们看看 好啦 以上就是本周的QA所有内容啦 感谢在上一周里 给我评论留言的小伙伴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如果你也想参与到QA问答当中来呢 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在我所有的视频下方 进行评论留言 提问题就可以啦 就有机会被我选中翻牌子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祝大家五一节快乐 再见 啊